当你看到一位美国网友在外国最大的问答网站Core上提出 在中国晚上安全吗这样的问题后 你的第一反应想到的是这些吗 那提起美国的夜晚 你的第一反应想到什么呢 这些 这些 还是这些 可这些再厉害 现实中能起什么作用呢 而我们中国一个都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安全了吗 所以这些超级英雄的存在 只能映射出美国人是多么的渴望安全 这其实才是最可悲的 但就算是这样 他们还是会不遗余力的抹黑我们 洗脑美国普通民众 哦 我们美国是最伟大的 最自由的 最文明的 最安全的国家 让美国普通人如井底之蛙 对世界一无所知 对中国的了解也停留在几十年前 除非你亲自来中国 不然很难真正的了解到中国 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也很正常 德国网友对这个问题也都纷纷进行了回答 网友君西夫回答道 在中国很危险 尤其是在晚上 每次我出去慢跑减肥的时候 在我跑步的路上就会有几十个路边摊 我需要忍受摊主友好的微笑 哪怕我口袋里仅有一分钱 他们都不会放过 在中国 如果你晚上出去 你可能会增加更多的体重和损失 更多的钱 德国网友Peter Herford回答道 十年来 我在中国过着梦幻般的生活 从来没有害怕过 一次都没有 朋友们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不会有任何隐瞒的 就犯罪律而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我曾经在宁波 北京 上海 和厦门等城市生活过 作为一名游客 我去过湖南 内蒙古 广州 和深圳 等更多的地方 根据我的经验 这些地方都是安全的 我是德国人 在我的德国家乡 如果让我妻子晚上独自从火车站走回家 需要20分钟 我会再三考虑的 而在中国完全是不同的 德国完全无法与中国相比 凌晨3点 在宁波步行20分钟回家 完全没有问题 我的客人享受你独自回家的旅程吧 即使是女人 也是如此 中国比我知道的 所有其他国家都安全的多 网友嘉章回答道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一个女孩 最好不要在中国的夜晚外出 这里极其不安全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在哪一个角落会有一个 瘀销摊 卖章鱼丸 尤其是在人口如此庞大的情况下 但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 在中国生活了四年 我和我所认识的所有人都从未发生过不安全的事情 我来自加拿大 即使作为一个退伍军人高大健壮的男人 我觉得自己晚上独自在加拿大散步时必须注意 在美国甚至在欧洲更是如此 在中国我从不认为或觉得自己需要小心谨慎 在地铁或公交车上 你也不会看到有人拿着包 表现出很谨慎的样子 与西方不同的是 在中国人们确实会喝酒 但你不会看到一群喝醉酒 又攻击性的人成群结队的四处瞎逛找事 毕业于爱荷华州立大学底 美国网友Lisa Burke回答道 我住在美国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 除非万不得已 否则我会避免在晚上出门 尽管这个城市已被认为是安全的 但在这里晚上外出还是有太多的风险 与中国城市相比 我感觉在中国更舒服 当我在沈阳的时候 我总和我认识的人一起散步 因为不熟悉这个地方 也不懂中文 不能照顾自己 然而我从来没感觉到 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或者不怀好意 当我在美国的时候 即使我和别人一起走 我也觉得晚上外出很不舒服 如果我必须外出 我一定要尽可能快地走 并带上防狼喷雾 网友Verfe回答道 是的 你晚上12点要做什么 睡觉 不不不 这才是夜生活的开始 你觉得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美国网友Tim Kissy Clyde回答道 我在2016年夏天到中国旅游 深夜我独自在上海走了好几个小时 什么也没有遇到 我在桂林北京和香港的经历也是如此 中国对我来说是非常安全的 甚至比我在旧金山的某些地方走路更安全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网友Annabursary的回答道 冬天很好 夏天的夜晚非常不安全 各种各样的烧烤 小吃它会让你体重和脂肪迅速增加 其实一姐想说呀 与美国相比 在我们中国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换句话说 安全在中国不是奢侈品 无论你生活在一线大都市还是农村 而我们想想美国的情况 只有生活在富人区的人 才能呼吸到安全的空气 但美国安全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在中国的夜晚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忙着跑步 跳舞 在夜市上吃着小烧烤 享受生活 享受安全 好了 那大家都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 关注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